谁才是荒野搭建的天花板 不仅肤白貌美大长筒 而且搭建出的庇护所颇有艺术气息 就连吃的食物让别人都下不去 今年28岁的小芳因为拒绝相亲 所以带着自己的两只小宠物来到了这片森林之中 一路的奔钩让小芳有些乏累 就坐在一旁的石头上面休息了一会继续上路 不料一声惊雷 林中瞬间吓起了大雨 她就一路的狂奔终于找到了一块碧云的地方 是在一处大石头的下方 小芳也是非常庆幸没有被雨水湿透 直到过去了30分钟 大雨才停了下来 太阳也出现在了天空 而林中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 小芳为了防止天空再次下气雨来 就决定先搭建出用来遮风挡雨的庇护所 她就拿了一把尼泊尔军刀 在竹林里砍伐起了木材 接着用带来的工具 在一根比他大壁还粗的竹干上面先锯出洞 然后在竹节旁边凿出了很多小洞 完成后就在旁边的地上也挖出了个洞 将竹干的一端埋在了里面 而因为竹子的柔韧性非常好 拒出的口让他轻松地将竹干带弯准备作为庇护所的主料 剩下的竹干则被小芳分成了两端 接着再分开制作出了一根根的竹条 并将毛刺也进行了侵入 随后就将这些竹条从凿出小洞的竹梁中穿了过去 呈现出了小屋的竹体框架 做完这些小芳好像没有感觉到累 就在竹林里砍伐了几十根稍微细点的竹干 接着开始了下一步的工具 他用一根木棒将这些收集来的竹干砸了 然后就在框架上穿插了起来 一层又一层很快就将庇护所制作完成 而屋顶小芳则用了一些大片的叶子将其带得延延湿湿 来防止雨水的渗透 接下来他还用竹子在庇护所周围 制作出了一圈的围栏 而围栏里的地面和庇护所里 都被小芳用排检好的竹管铺了一点 看起来非常上当此 最后他就在屋里铺上了自己的被蜜 时间也来到了下午 果不其然临终再次下起了雨 而小芳当然不会像早上那么忙 只见她坐在庇护所里 喝着82年的山泉水 欣赏起了临终的雾气 看起来很是惬意 谁能拒绝在睡前刷上一集荒野建造呢 这个女人在森林里面 把竹干当作水管洗上了海 饿了竟然捕捉了几十只蝎子 经过烤制成为自己的食物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早上阳光洒在了临终 只见小芳坐在小屋门口 在制作些什么 原来是昨天因为制作地板 而一不小心就将用来砍树的 米波尔军刀弄断 所以她就准备制作出一个刀把 安装在一起 她将两块竹片修理成合适的尺寸 将刀刃夹在了中间 接着就用绳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随后小芳就拿着制作好的刀 在林中要测试测试 没想到发现了一处流水的原石 当即碍干净的她准备要洗个刀 于是她就在竹林用刚制作好的刀砍 发起了竹干 一会的时间 只见她扛着一根竹干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地方 接着就用工具将这根竹干的竹节处全部打 保证水流无足 制作完成 小芳就将竹管放在了流水中 随着水管流出了水 她也开始了清洗身体 而她的两只宠物在旁边也玩闹了几个 洗完澡后小芳感觉到神清洗手 就在屋旁劈了些柴火准备做饭 她用打火石开始生物 她的宠物却在眼前捣乱 最后她生着了火 接着就在竹林里采集起了竹笋 采完一颗后就在另一颗采集了竹笋 突然她被吓得坐在了地上 原来旁边竟然发现了一窝蝎子 小芳也是非常生气 你吓我 那我就吃你 接着她就用竹子做出一节竹笋 将一只只蝎子装进了底 她也开始制作起了食物 先将竹笋烤在火上烧制 而蝎子则被她夹着一只一只烤制 一会的时间食物就完成 她嚼着蝎子肉 发出了咯蹦咯蹦的声音 看起来非常美味 就连小猴也吃了几只 接着就品尝起了烧好的竹笋 等到食物吃完 她就在门口用竹笋制作出了两盏小灯 而这时天空和林子已是漆黑一片了 小芳也回到了屋里休息了起来 这个女人独自带着宠物来到林中生活 没想到捅了猴子的窝 而且还在这片林中搭建了自己的零食庇护所 吃上了香喷喷的油炸大鸡腿 简直不要太美 一大早小芳迈着她的两条大长腿走在了林中 也不怕林子的蚊虫在她的腿上留下印记 走了一路她好像发现了什么 就躲在草丛偷窥了起来 原来这里竟是一片猴鳞 生活着几十只野生的猴子 而这些猴子坐在树上看起来很是惬意 就只有一只公猴子鼻青脸肿 嘴上还有许多的血迹 原来是偷看别的母猴洗澡被人家老公揍的 看了一会小芳就赶紧离开了这里 毕竟是人家的领地害怕她和她的储物遭到袭击 最后小芳在林子找到了一处比较平坦的地方 准备搭建一座临时的庇护所 于是她就拿出斧头在树林为搭建庇护所而砍伐起了木材 经过她不停地挥砍 一根根树干被她运回了建造主 接下来把树干刻出凹槽 用绳子绑住 制作出了三角形的支架 如此炮制 另一个支架也就完成了 而地上也被小芳挖出了几个小洞 是为了将支架立起来 随后她就将剩下的树干全部搭建成一样的绳子 接着就在支架上面用一根根栽好的木杆搭建出了一个平台 然后用野生的钉子将整个平台钉得非常牢固和结实 屋顶则用防水布铺在了上面 而为了上下方便小芳还给门口制作了一把梯子 接着为了临时庇护所更加隐蔽 又去采集了很多的草棉 给门口布置了一番 随后就躺在了里面休息了一会儿 直到太阳落山天空慢慢按了下来 小芳就在下面制作起了晚餐 只见一只野生的鸡腿在油锅里炸至今 小芳坐在门口吃的是津津有味 吃完她就抱着狗狗伴着虫鸟的鸣叫进入了梦乡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女人 不仅和林中的凶猛野兽搏斗不落下风 而且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就能为自己建造一座精致的庇护所 可谓是上的了厅堂下的了厨房 而这个越南美女只需3W左右的彩礼就能娶回家 新的一天刚刚来到 小芳一路的奔锅来到了一处小库 她准备线在这里休息休息 由于踩着河水过来 鞋子也早已湿透 她就在旁边采集了一些藤蔓要为自己编织一双凉鞋 她踩在藤蔓上测量出脚的尺寸 然后就编织了起来 很快的时间就将一双草鞋编织完成 穿在了脚上就前往了下一个墓地 走了一路最终小芳为自己选择了一块合适的鞋 准备搭建她的庇护所 接着她就在附近收集起了建造的材料 一根根的木条和一些盘起来的藤条 被她运回了建造处 随后她在地上做出了记号 将一端削件的木条围着画出的圈插在了地上 只留出了一个进出口 就用藤蔓围绕在木条上制作起了屋子的墙壁 直到过去了半个小时 庇护所的墙壁就完成了 而屋底 小芳则将一些大片的树叶盖在了上面 并用藤条固定住 庇护所就彻底完成了 遮风挡雨不成问题 随后她将自己背包里的被褥铺在了屋子里面 毕竟忙了这么长时间她也有些乏累 时间也很快来到了下午 建造小屋剩下的材料也没有浪费 被小芳制作出了一个小桌子放在了门口 而辛苦了一天小芳决定犒劳犒劳自己 救生着火准备制作美食 她将一些切好的食材放在了一个小锅里 然后加入了密制的酱料 放在火上烧制了起来 随着太阳落山 周围已是漆黑一片 食物也终于完成了 她就在门口开始干起了饭 吃完食物小芳就听着水流的声音进入了梦乡 这是什么荒野小兽 这个女人独自在森林里面生 不仅实现了洗澡的自由 而且还编织出精美的小篮筐 采摘野生的军菇和捕捉田螺来制作美味的食物 简直不要太美 第二天中午小芳就在庇护所附近的小瀑布里面洗上了藏 似乎没有感觉到这河水的刺骨冰凉 她将身上的污垢清洗掉 就回到了庇护所 在门口的火堆处将身体烘干 接着就在树林里收集起了树旁的藤条 等到她收集起了藤条 小芳决定先编织出一个篮筐来 然后去采摘一些食材 为碗上的食物做准备 于是她就编织了起来 先将十几根藤条盘成一个圈来 然后把三分之一的长度用藤条缠绕起来形成篮筐的把手 剩下的三分之二则散开 用一根根藤条上下穿插的编织了起来 很快这个篮子就制作完成了 小芳就在林中开始了收集碗上的食材 由于林中的物产资源很是丰富 小芳也是将军菇采摘到手软 一会就采了半锣筐 而小芳也发现了她最喜欢吃的福寿罗 开始找了起来 一只福寿罗就有六千条寄生虫 而小芳则捡了半锣筐 毕竟福寿罗深受他们越南人的喜爱 就算很多前辈的小土丘上已长满了草 但小芳还是无所畏惧 看起来还很是高兴 等到食材也采集完成了 小芳就来到了中午洗澡的小壶旁边 将矿子里的食材全部进行了清洗 接着就回到了门口 她先将军菇用小刀切成一条一条 接着将福寿罗放在了火上烧制 进行杀菌处理 杀菌刚刚完成不料天空乌云密布 紧接着林中就下起了大雨 天也暗了不少 小芳就坐在庇护所里面将罗肉挑了出来 然后就和切好的军菇制作了一锅的香辣军菇罗 接着就慢慢地品尝了起来 吃完后小芳就听着雨滴落下的声音 觉得很是解压和治愈 便躺在庇护所里休息了起来 你敢相信吗 这个女人受到蜘蛛网的启发 竟在林中制作出了一个珠网式的大吊床 而且在河边挽起了垂垂 看起来很是惬意 可没有想到的是 在她晚上休息的时候 林中传来了一声枪响 随后一个持枪的男人就来到了她的庇护所门口 今天是小芳生活在这里的第三天 早晨她无意间看到了林中的蜘蛛网 脑中突然就涌现了一丝灵感 接着就采集许多的藤条 准备在庇护所附近的地方 搭建一个与众不同的吊床 来体验体验 小芳先将十几根藤条的一端绑在了一起 接着把另外的十几根都固定在了不同的树上和石头上 吊在了空中 随后她就在旁边的树下 用一根木杆搭出了一个简易架子 站在上面编织起了珠网 踩在木杆上编织起来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感觉很是费劲 最后等到网稍微大了一些 她就一个猴子上树 爬上了吊床的中间 而在上面编织起来确实轻松了不少 一会的时间这个造型别致的吊床就制作完成了 因为吊床的高度有两三米 爬上爬下非常累 小芳就制作了一把梯子搭在了旁边 接着她就躺在吊床上面 翘着脚丫悠哉悠哉地过了一上午 下午的时候小芳在小屋门口用祖传的手艺编织出了一个小炮 接着又用一些枝条在上下左右一顿的缠绕下 为自己做出了一顶草帽 戴上刚刚合适 随后她就来到了那天洗澡的河边 用一根树枝挽起了锤架 没想到真有鱼儿上钩 直到太阳下山小芳在门口处生了堆火 给锅里面放了些米就熬起了粥 钓的小鱼则被她在小河边清除掉了鱼鳞和内藏 然后在火旁进行了烤制 等到半个小时过去 食物也完成了 小芳就将一条烤好的鱼肉包在了粥里 然后就在屋子里面喝着海鲜粥吃着烤鱼感觉非常噩散 吃饱喝足后她就休息了 突然附近传来了一声枪响 把小芳吓得坐了起来 她看向附近的林中竟有一丝的亮光 接着她就将自己的小灯熄灭 躲在屋子里观察了起来 随着那个持枪的人越走越近来到了门口 小芳也吓得心要跳出来 立马拿起旁边的小刀紧紧地握在了手中 就连眼泪都掉了出来 出人意料的是那个人在门口一顿翻箱摆过 然后找到了小芳吃剩下的食物 那人将剩饭全部给吃完就离开了这里 相信小芳今夜注定有名 谁能拒绝在蹲坑的时候刷上一记荒野剑道 这个女人因为前一天晚上受到了惊吓 所以第二天一早就收拾好行李离开了这座森林 却没有想到受到了水质的攻击 新的一天刚刚来到 小芳就背着行李走上了回家的路 原来昨夜一名持枪男子闯落了她建造庇护所的地 让她受到了惊吓 到现在还感到一丝丝的害怕 要不然还能在林中生活上十天半个月 走着走着忽然吓得小芳打了个尿颤 发现眼前的树上竟然盘着一条毒蛇 而且离自己很近 于是她绕开了毒蛇 继续赶起了路来 小芳也是一路的跋山涉水翻山越岭 离家的位置越来越近 渴了饿了就吃些野果垫垫肚子 最后她来到了一处离家不远的核桃 小芳为了更快地回到家里 就决定从这片长满了荷叶荷花的荷糖里穿行而过 而里面走起来也非常困 直接让小芳走了整整半个小时 而这些长得出于泥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腰的荷花 她似乎没有一丝心情去欣赏 最终小芳来到了岸上 可没有想到身上竟爬满了水质 吓得她赶紧拍打了起来 放下背包撩起衣服 她的小蛮腰上也爬了几只 她立马从身上拔了下来 也不怕水质的细盘留在皮肤里 导致发烟感染 清理完成小芳就继续上路 不料前方有一个意外的惊喜 就这样一只大王八落在了小芳的手里 而一路的奔波小芳终于回到了她的家 和多天没见的宠物玩耍了起来 一会的时间天上也下起了大雨 等到雨过天晴 她换了一身衣服 就在门口准备制作起晚餐 她将王八进行了处理 给里面放上了各种食材和调料 并把周身涂抹上密质的酱料 用荷叶先包裹住 然后再用泥巴包了一处 太阳也下山了 她就架上柴火烧制了起来 等了很长时间食物也熟了 她和她的小宠物们就品尝了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